白色电动车停在车厂 车门引擎盖打开 车内还插着电线 好好的新车开不到一周就进场维修 车主家人很火大 这车子是我弟弟花钱 我没办法证明 好好谢谢你的讲 但是你可以证明说 这个车子新车不到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已经被拆成这样的吗 车厂技师回答不了新车哪里 出问题 车主黄先生听到家人转速后超傻眼 因为他花了160多万购买一辆电动车 9月17号交车21号开上国道 结果手机接到警示讯息一共七大项 包括循机防滑自动杀停 更扯的是23号回厂维修 在快速道路上行驶中 低档自动到N档熄火两次 吓得他滑行道路间重新启动 时速低于70公里才没熄火 黄先生气到跳脚找车厂理论 出100公里突然没动力 后面的车子如果没有注意装上来 我的命怎么办 才开6天的新车 进场维修过7天退车期 黄先生想退也退不了 你说不是重大瑕疵 这个是不到200公里就发生什么状况 没有要退车的 我就是想说换一个我导我导 我程序上这个我们做不到 车主担心有瑕疵 车子就算修好日后也会有问题 但车厂只负责保顾其修到好 让车主认为花了百万买的车 车厂态度消极实在无法接受 希望车厂能拿出诚意解决 而记者致电车商公关 结稿前无法取得联系 三胸吴昆宇南投不倒 三胸吴昆宇南投不倒